12岁的男孩刚登上皇位 就对自己的亲姑姑一见倾心 当姑姑给他行礼时 他就仿佛发现新大陆一般 竟把目光放在不该放的地方 这个胆大包天的男孩 就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三任国王 彼得大帝与前妻的孙子彼得二世 他对伊丽莎白的爱是复杂的 有对伊丽莎白倾国倾城的颜值一见钟情 当然更重要的是全城一万代兵来西门府邸 想从西门手中抢走彼得二世 两帮人剑拔弩张的不管他安危时 伊丽莎白挺身而出 将彼得二世护在身后 并把他带到安全地方 伊丽莎白的撒爽英姿 和如山般的依靠深深吸引彼得二世 彼得二世的父母因谋反罪被杀 他们的是非公过自有历史评论 但年仅三岁的彼得就此成为孤儿 和姐姐那塔亚相依为命 保罗无异于是缺爱的 缺母爱的他有一点的恋母情节 所以对于这个貌美如花 又坚定保护他的姑姑 自然而然产生不正常的偏执之爱 古代的各国王室近亲结婚 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彼得二世不觉得自己娶亲姑姑 不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 下意识忽略他们也太近了 彼得二世无异于是一个胆大的孩子 他对伊丽莎白的爱偏执到极点 大庭广众的就敢抢吻姑姑 只要有男人跟伊丽莎白靠近一点 他就能杀就杀 面对不能杀的侍卫三傻和书兵 也是掉到千里之外的边疆 12岁的彼得二世心智不高 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俄罗斯皇帝 那么自己想要什么就得有什么 谁也不能拒绝 在彼得二世追爱的过程中 唯一爱他的姐姐纳塔亚可就苦了 为了保彼得二世的皇位劳心劳力 他之前为了制衡伊丽莎白 选择和大权臣西门联盟 奈何臣等正欲死战 陛下何故先想 面对彼得二世投敌的无奈 纳塔亚转变思路 通过蛊惑权臣之子伊万 联络第二权臣多尔公爵一家 以此来对抗西门 要说伊万一家也是狠人 直接趁西门不备 带兵包围了西门的府邸 逼迫西门交出遗诏 并写下认罪书 起初西门还想反抗 伊万直接救出西门的女儿 威胁西门如果不佩服 他就只能让在场士兵排队伺候女儿 在伊万的步步紧逼之下 西门只能交出遗诏 并签下认罪书 宣布自己的倒台 多尔公爵一派 虽然用擒贼先擒王的方法 解决了西门的势力 却不敢逼迫得太狠 最终只是将西门一族 流放到西伯利亚 大全城西门的倒台 标志着新全城多尔公爵的上限 值得一提的是 多尔公爵曾经和尤苏公爵联手 亲密无间地对抗西门 但等多尔公爵成为第一全城以后 两人又斗得你死我活 政治的有趣便在于此 多尔公爵掌权后 走的是和西门一个路线 想把女儿嫁给彼得二世的当国杖 要是彼得二世不小心狗蛋 就让女儿复刻叶卡捷琳娜一世的上位路线 以王后之身成为女皇 自己当起太上皇 然而多尔公爵很快就体会到那塔亚的无奈 刚想和彼得二世来点羞羞的 却发现他只喜欢死敌伊丽莎白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13岁的侄子小皇帝不懂事 快20岁的亲姑姑伊丽莎白还不懂吗 她直接找理由的不去 被爽约的彼得二世疯狂地借酒消愁 不停地撒酒疯 歹谁亲谁 无能狂怒地骂着所有人 爱她的姐姐那塔亚恨铁不成钢之鱼 也只能安慰这个唯一的弟弟 之后的日子里 彼得二世的行为越加夸张 每日言语是爱伊丽莎白不算 还偷窥伊丽莎白换衣服 这让伊丽莎白越来越害怕 她写了一封诀别信给舒兵他们 严明自己对他们的思念 以及自己的死制 如果彼得二世敢强迫她 她就一死维护刚常秩序 维护俄罗斯帝国的体面 得知消息的三傻他们 再也不顾彼得二世的监视 当起逃兵的朝莫斯科出发 一路上不是与追兵厮杀 就是各种绕路前往莫斯科 而伊丽莎白这边似乎也迎来转机 曾经当过法国间谍 又被西门逼迫毒杀叶卡捷琳娜的御医 认为自己违背医生的底线 她隐瞒罪名的来找伊丽莎白赎罪 打算帮伊丽莎白伪造一个红豆病 用传染病来避免彼得二世靠近 起初计划很顺利 所有人都不敢靠近伊丽莎白 也阻止彼得二世靠近她 伊丽莎白由此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 谁知彼得二世爱伊丽莎白入伍 不仅闯出阻拦的来见伊丽莎白 还撞见伊丽莎白伪装的一幕 被欺骗的彼得二世愤怒到极点 已经超过歇斯底里的怒吼范围 她拿着伪装红豆病的颜料 不仅不慢地招伊丽莎白脸上涂抹 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她三岁就成为孤儿 不敢轻易给别人爱 更讨厌别人背叛她的爱 彼得二世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 这让伊丽莎白有些愧疚 彼得二世离开后 并没有因为伊丽莎白的背叛 宣布不再喜欢伊丽莎白 反而是有着符合年龄一般的想法 你不让我得到 我就非要得到你 想方设法地想得到伊丽莎白 姐姐拿塔亚劝她还是收手吧 近亲结婚将会败坏俄罗斯的形象 同时生出的孩子也是怪物 可彼得二世听不进去 陷入自己世界的她 最爱的姐姐时日无多了也不知道 这两年来 没有背景的彼得二世 没有彻底成为屈辱的傀儡 少不了拿塔亚跟那些全臣斗志斗勇 积劳成疾之下 拿塔亚感染了肺病 动不动就可学 可深爱弟弟的他没心思养病 还在为弟弟的皇位奔走 还让医生为他保命 彼得二世已经失去过亲人了 这一次就让他多开心一回 不要悲伤地看着自己走到生命尽头 基于此想法 每次那塔亚控制不住的咳血时 都会欺骗彼得二世只是感冒 而心思全在伊丽莎白的彼得二世 自然没有继续深究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 彼得二世对伊丽莎白做出的那些疯狂事 很快就传到多尔公爵的眼中 他意识到只要伊丽莎白还在一天 自己就永远无法操控傀儡皇帝 于是他决定趁彼得二世外出打猎时 刺杀伊丽莎白 时间一转眼来到打猎日 彼得二世为了得到伊丽莎白 准备在打猎活动中做点手脚 而多尔公爵也在暗中安排了刺客 伊丽莎白的周围危机四伏 还好此时侍卫三傻他们也赶到猎场 他们的出现将会导致局面走向何方 公主拿枪对准的猎物 却惊奇地发现 猎物居然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六姐 听到这话后 身边的彼得二世眼神一灵 变得异常的癫狂激动 他要的猎物就是人 随着一声枪响 一个男人的膝盖阴阴身而碎 痛苦地摔倒在地上 哀嚎声响彻整个森林 而15岁的彼得二世还不满足 又换了一把枪 准备将男人置于死地 伊丽莎白赶忙拦住他 让他不要做错时 阴险的彼得二世表示 只要伊丽莎白答应他一个要求 他就不开枪 彼得二世闻言终于放下了枪 为了得到亲姑姑伊丽莎白 彼得二世是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让伊丽莎白没想到的是 当彼得二世的枪口对准他时 一个刺客也准备将子弹射进他的胸膛 万幸千军一发之际 舒兵及时出手地打翻刺客 与刺客扭打在一起 经过一番殊死搏斗后 他们打赢了刺客 谁知当他们询问刺客是谁派来的时 幕后凶手多尔公爵之子 伊万闻生赶来 不由分说地刺死了刺客 好吗 这下不用问幕后凶手是谁了 大家心里都有点数了 不过舒兵他们还有用得着伊万的地方 默契的没有追责 而是希望伊万转告伊丽莎白 他们在树林深处躲塌 而伊万为了伪装好人形象 答应了他们 帮他们转述了约定内容 等伊丽莎白知晓并赶往约定地点后 伊万将此事告诉多尔公爵 多尔公爵表示他干得好 他们立马派人抓伊丽莎白 将伊丽莎白和逃兵侍卫三杀 以及刺客联系起来 营造伊丽莎白适时君者 要刺杀彼得二世的假象 试图扳倒伊丽莎白 另一边跟舒兵他们续完旧 知道很多前因后果的伊丽莎白 猛然想到作为逃兵的他们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伊丽莎白很快就有了 和多尔公爵类似的想法 害怕被算计的伊丽莎白决定先发制人 他主动找彼得二世 约他在自己的卧室见面 以为梦想就要实现的彼得二世 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在伊丽莎白的卧室 伊丽莎白选择将一切坦白 知道自己的爱人姑姑差点死掉 彼得二世气得咬牙切齿 眼看时机差不多了 伊丽莎白表示舒兵他们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希望彼得二世能赦免他们的逃兵罪 让他们回来保护自己 彼得二世答应赦免他们 但只有侍卫三傻能留下来 舒兵必须回到驻地 因为他看得出伊丽莎白的眼神 看向舒兵的时候并不单纯 从伊丽莎白的卧室离开后 彼得二世找到多尔公爵父子 一阵地辱骂他们 严明他们再敢对伊丽莎白动手 救灭了多尔一族 多尔公爵埃于大义上的身份定位 只能连连认错 但心里对彼得二世也恨上几分 几天后 皇宫里传出噩耗 患有肺病的纳塔亚病危了 彼得二世紧紧地抱住他 恳求他不要死 严明从小到大 只有姐姐是真心爱他照顾他 他离开姐姐就活不了 彼得二世说起与纳塔亚的艰苦岁月 想激励纳塔亚求生 然而在无情的命运面前 无论他们的亲情多么令人感动 无论纳塔亚的求生意志多么强烈 最终纳塔亚还是走了 从此以后 彼得二世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 孤家寡人 没有姐姐纳塔亚的把控 15岁的彼得更加暴裂疯狂 只是因为一个乞丐说他被病魔袭扰 脸上充满了死气 就不顾形象地对他拳打脚踢 发泄自己羁压的情绪 不知道是不是老乞丐神机妙算 保罗回去没多久就病倒了 精简查试感染天花 时日无多了